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现在第五人格PC端的五六坚人是越来越少了 基本上匹配的都是这群人 好了有好协商完毕 今天大家都是上分人 没必要搞得那么敌对嘛 免得一会儿塞后聊天满屏的委屈啊 好了游戏开始 先给他们表达一下我的敬意 前后先给你们行个礼 一会儿开门站留两个搞个平局就可以了 这游戏玩的累人啊 是吧 你们说我是怕书才跟他们有好协商的 那是时候给你们展现一下我的基本功了 看到那边那台电机没有 三秒钟之后我就会在修机人的脚底下出现 看到没有 这就是素材基本功啊 这把有机械师估计三四分钟就结束了 再给你们看什么叫做直哪飞哪 看到没有 只要有电机摇动我就会出现 这波可以吧 这种可以直接传脸的拿到第一道是很容易的 最后一台电机应该是小木屋侧边那台啊 那就先挂一个 然后传送过去看他们修 就决定丢下一大小黑妹 这几个人都是单排双排的 都被我吃了好几次分了 尤其是这个前锋啊 上次直接连续三把比备到 连输三把真的太惨了 好了 他们大门开门跑了 整把游戏一共持续了三分四十秒 不得不说 现在求生者修电机是真的快啊 如果前锋缓成空军 那应该就更快了 好了 那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排位佛系啊 也算是白减的五分吧 但是从侧面又看出了 现在这个游戏好像玩的人越来越少了 难道真的是因为上学的原因吧 哎呀 真心希望第五人格能够越来越好啊 虽然我自己有点玩累了 溜了溜啦